大小姐所思极为在理 一在下看来 你二叔三叔他们所发生之事 全部都是针对寒家而来的 袁先生对寒江雪的看法表示赞同 既然大小姐已经有了具体计划 那是再好不过的 人手不是问题 调度已包在在下身上 只要末王府这边能够帮得上的忙 都不会有任何推托之处 如此多谢袁先生了 我是这样想的 袁江雪很快将旧庆哥的计划 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虽然昨日按北风回来时所说 袁先生已经猜到他一些想法 所以才会提前地去做一些准备 不过这一次 他的计划却不仅仅只是将庆根救出来 个中还涉及到一些 袁先生应该没想到的事 很快 一个完整又周密的计划 变呈现在袁先生面前 当袁先生听完 韩江雪整个计划之后 倒是不得不对眼前这个女子 更加刮目相看 原本他还以为自己已经完全猜中了 韩江雪的想法 确实不曾想到 自己还是低估了面前之人 他这不仅仅是要救人 同时意识要打乱对方的计划 反过来 搅局给对方制造麻烦呀 如果不是亲耳听见 袁先生怎么也不相信 这样完美的计划 竟出自一个十六岁少女之手 暗自惊叹的同时 她的心中却是更加激动不已 公子当真是有眼力 竟找到这么一块好的宝玉 日后公子娶了这位姑娘 可就不仅仅只是得了位贤妻 更等于是多了一大助力 无疑是如虎添翼 袁先生觉得 我刚才所说计划是否可行 韩江雪将自己救人安排 一一说清楚之后 并没有急着请其帮忙实施 而是先行询问 各种是否有什么不妥 或者遗漏之处 这是真心请教 而非客套虚言 她不是那种自负的人 再者事关重大 稍有不慎 都有可能让庆哥性命不保 所以她自是得求最完善 断然不敢大意半分 袁先生听罢 却是连连点头 很是兴奋地说道 大小姐这个计划 十分严密 在下觉得 是目前情况之下最好的办法了 事先 我也只是猜了个大概 如今听了整个详细安排之后 原本几点担心都完全消去了 只要咱们按计划行事 中间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不但可以救得小公子性命 同时 亦可以打乱对方的布局 当真是一举两得 寒家不能够 总是这么的被动挨打 而面对一连串陷阱 最好的做法 莫过于找到个突破点 先行击破 而后 再将打开的裂缝 一点点扩大 突围而出 甚至反击 寒江雪的计划 正是如此 既然先生也觉得 没什么问题的话 那么接下来 咱们便按这个计划走 我会让北风专门负责 和先生联系 为防事情中途有变 先生最好能够 在两天之内 将一切安排好 留下一天的功夫 也可以用作紧急应变 寒江雪说吧 似乎觉得自己想法 未免有些太过主观了 而后又补充询问道 先生见谅 我不太清楚 护墨格的具体形式效率 不知两天安排得好 会不会太过为难呢 大小姐放心吧 昨儿晚上 我已经让人先行开始 去做一些前期准备 接下来 两天功夫完全足够了 您的想法很周全 的确是得留下些时间 备用 以做不时之需才行 万一对方突然生变 我们也好 临时跟着做应对 袁先生 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继续说道 还有 既然此事 莫王府 已经插手了 那么索性 赢两的事 大小姐 也不用再去烦心了 我昨日 已连夜让公子 京城名下的钱庄 赶印特制银票 保管道士后 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袁先生所指的特制银票 自然是指 除他们钱装自己人之外 其他人再厉害 都不会发现问题的 那种银票 反正道士事成之后 再将这些银票 一律烧毁便是 无非就是废些人工 以及些许成本 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 莫家有着 这样的便利条件 自然就没必要 让韩家 为了演这么一出戏 特意筹钱 而让人钻了空子 动乱人心 见袁先生 果然心思周密 安排妥当 韩江雪也不矫情 忠心谢过 成了他这份人情 袁先生 却是不敢当谢 直到 若是他家公子在此 一定会比他 替韩小姐 想得更加周全 言下之意 袁先生自恃 将所有功劳与好处 都让韩江雪 牢牢寄到自家公子身上 末了 还吓着替自家公子 说不少好话 那模样 倒不似幕了 更像是将莫黎 当成自己亲人晚辈一般的看待 看着有人 如此对莫黎好 韩江雪 亦是他心底里头 替其感到欣慰 也不想让袁先生失望 当下自是表示 先生得谢 他家公子 更是得谢 等莫黎回京之后 他当然 得好好感谢一番才行 上回莫黎让人 带信给他 那边的事情 估计还得费上一些时日 才能够处理好 等莫黎回京之际 三叔与庆戈尔 绝对已经了结了此事 就是不知二叔的事情 将发展成什么样子 从药铺出来之后 韩江雪的心 总算稍微的安定一些 他知道 如果单靠 韩家现在力量 根本没有办法 用这样的方式 去救庆戈尔 可现在 有莫黎的人和势力 出手暗中帮忙 形势却是 完全不相同了 傍晚的时候 三叔再次醒过来 这一回用过药 吃过些东西之后 精神要比前两次醒来 好了不少 一家人都连忙赶过来探望 三叔这一回总算是憋足劲 不在那般虚弱的 连句话都说不出来 尽管说说停停 好一阵子喘气休息 但最终坚持着 还是基本上 将他们所发生之事 大致讲了一遍 也终于让众人知道了 事情的真相 原来 韩江雪的三叔 在七天前收到了一封 来自韩家紧急书信 说是 韩江雪的二叔 出了大事 让他赶紧回来 商量老二的事 当时老三正好 在云湖一带游玩 一听自己二哥出事 遇到大麻烦 韩家老三自事 什么都顾不上了 当下便让人收拾东西 带着庆个儿往回赶 原本他是想 直接去趟淮州 看一看二哥到底出什么事 不过因为云湖那边 离淮州太远 方向完全搭不着边 所以只好打消了 先去淮州的念头 回京城再说 谁知 赶了好些天的路 都没出什么事 偏偏跨到京城的时候 却遭了劫 一伙不知道 打哪儿来的匪徒 刚一露面 便直接问他 是不是韩家老三 不等他做出回应 便发疯似的直接上前 棍棒相加 将他们一行人 往死里打 老三当时着急赶路 身旁加上车夫 总共就带了五六个随从 哪里是这些疯子的对手 没一会儿功夫 便当场打死两个 老三全力护着庆哥 却不想 其中一个领头的 直接下命令 把庆哥给抓过去 并且扬言 让他回去准备赢两 到时等着熟人 老三看那些人 哪里像是只求财的 因此下意识地 想去救庆哥 但不仅没救招人 还被那些人 又谁通狠打 若不是两个 忠心的随从 死死相互 只怕当场 就被那些人给打死了 而后那些人见 他被打得快没气了 这才停下 很快便带着庆哥跑了 他又气又急 又一身的伤 当即便晕了过去 没有知觉 等老三再次醒来之际 这才发现 已经回到寒假 之后的事情 其他人却是 比他更加清楚 听完这些 连三夫人都明白了 自家夫君的祸事 本就是一场阴谋 七天前 他们也才刚刚知道 二伯出了事没多久 根本没有派人 给夫君送什么信 更何况 就算知道了当天 就派人给夫君送信 也没那么快 能够将信给送到 所以 送信 安排人重伤夫君 抓走庆哥儿的人 一准 和那些仙海二伯的人 有关系 不然的话 又怎么可能那么早 便几乎是同时 被夫君设下 这么个圈套呢 夫君的事 庆哥儿的事 二伯的事 这分明就是一个 天大阴谋里头的 一小部分 分明就是有人故意的 一个个打杀着寒假的人 从而 想搞垮他们 大哥 秦哥儿还小 你一定要想办法 救他 但是千万别因此 而乱了手脚 莫让人称乱灾 再祸害到寒假 其他的 当真只剩下 那么几口气了 寒江雪的三叔 挂念儿子的同时 却还是无比的清醒 提醒寒风 千万别在这个时候 让人有机可乘 钻了寒家的空子 如果因为救庆哥儿 而让寒家的人 面临更大危机的话 那么 这样的救人 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见老三这个时候 还能够为着 整个寒家着想 寒风心头一酸 连忙畜生表示 心中有数 让三弟莫多操心 好好养病就行了 一直以来 寒风都觉得 自己这个三弟 不思进取 没有什么责任心 也从来没有将家里人 还有寒家 放在心里 而如今出了 这样的事之后 他才明白 自己从前想法 太过偏颇 三弟 虽不喜约束 不拘规矩 但关键时刻 却一下子表露出 他内心对亲人 对家族的重视 和在意 不然的话 老三也不会 一接到那样的信 就马上二话不说的 往回赶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 在这样情况下 还能够想到提醒他 莫乱阵脚 让人再钻了空子去 也许是 说清楚事情始末 又交代了 一直想提醒的话 又或者是 本就因为一时间 说话 说的太多 没了力气 三叔很快 再次睡过去了 闭上眼睛之前 他的目光却是 最后看向 一旁的韩江雪 带着一种 说不出来的感激 和欣慰 体力所限 他没法一时间 再说太多 可他心里 却比谁都清楚 他这个侄女如今 当真是长大了 又出息了 同时 懂事 又担当 比起男儿 都毫不逊色 从三叔那里 出来之后 韩江雪很快 便与父亲 在书房内 通了下气 告诉他 就庆哥的计划 已经安排下去了 免得父亲分心 而影响到 另外的大事 韩江雪的计划 本就极为周密 再加上如今 有莫里手下 得力之人的帮助 所以韩风自是 放心不少 又听说 连银子之事 都已经安排妥当 更是不由得 松了口气 爹爹 我估计到时候 那些人 可能会指定 咱们家某一个人 去送 熟庆哥的钱 到时 无论他们让谁去 您都别管 也不用担心 一切 我都会安排好的 韩江雪 又道了一句 如果到时候 他们直接让我去的话 那便更好 韩江雪知道 对方一定会在 交赎金这件事上 再做文章 甚至于 他隐隐觉得 那些人有可能 让他去送赎金的 因为在韩家 如今的他 应该算得上是 让对方极为讨厌 想收拾的吧 韩风听见 女儿这般说 心知 到时候 去救庆哥 一定会有 不小的危险 心中本意是 不让女儿 再去涉险的 但转念一想 如今 韩家四下 都是危险 既然女儿 早就已经 有了万全之策 倒不如 莫再竖住 她的手脚 让她安心地 去大展手脚便是 韩江雪 自小到大 都跟男孩子 性格差不多 往日里 韩风最头疼的 便是这个 总觉得 女儿没有一个 女孩子样子 实在是 让她费脑筋 而现在 她却有些庆幸 无论如何 在家族面临困境之际 无论是儿是女 能够独挡一面的孩子 生存下来的机会 总是要比其他人 高很多 次日一早 绑匪那边 还没有急着 再来新消息 韩家大院 却是被人 给挤了个水泄不通 韩家那些族亲 基本上来了一个齐犬 看那样子 明显有些 来者不善 与之前 韩江雪二叔 在淮州出世同样 同出一辙 这一次 亲个儿被绑架的事 也莫名其妙地 被很快传出去了 韩家旁之几乎 都得到消息 听说房费索一百万两银子 让韩家熟人的事 因此 这会儿好些个 唐伯 唐伯母 唐叔 唐沈娘 约好了 一并跑过来询问 韩风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就连组长 都被他们给请过来了 嘴里说得好听 一个个似乎都是 为商量 就庆格而来的 但那架势 却明显更加关注 那一百万两 到底如何个拿法 韩风这会儿 正在外头忙得 晕头转向 根本不知道家里 已经被族人 给包围起来了 派去送信 找他的仆人 一时半会儿 也不知道 该去哪儿找他 只得将往常 老爷最有可能 去的地方 一处一处地吵着 韩风虽不在 但这么多族亲 都来了 再如何 也不能关起大门 举之不见 韩江雪让人 将这些族中长辈 通通地 先请到厅里面 就坐 喝茶 二夫人与三夫人 都出来 一并陪同应酬 只不过 谁都没有将 庆格之事兜底 直到庆格这一会儿 虽下落不明 紧着嘴门不松 并没听说什么 绑票一百万两之事 两位弟媳 这你们可就是 睁眼说瞎话了 大唐伯板着脸 不高兴地说道 我们这么多人 都听说了 这不也是 关心庆格 这才会 急急忙忙地过来 帮忙想办法嘛 你们倒好 反跟防贼似的 防着我们 一句真话都没有 这是什么意思啊 其他人一听 顿时纷纷响应 直到二夫人 三夫人 拿他们当外人看 根本没有将 韩家职业 族亲放在眼中 老族长都被众人 给抬出来 嚷嚷着 让族长给大伙 拼拼礼 看看 他们这些人 是不是好心 被狗吃了 二夫人与三夫人 顿时面色一阵青 一阵白的 解释半天 却没有一点作用 反倒是 让众人火气 更大了起来 连带着老族长 都发了话 让他们 莫再遮遮掩掩的 有什么 直接说出来 莫到最后 既耽误 旧庆格的大事 又伤到 一家人感情 眼看局面 越来越僵 二婶与三婶 被大群族人 给逼得快不行了 一旁的寒江雪 却突然间 没大没小地 问了一句 大伯 二伯 四叔 五叔 九叔 还有各位 伯母婶婶们 你们从哪儿听到的 说有人用庆格 勒索 一百万两银子的事呢 韩江雪的声音 顿时 让原本吵闹不休的众人 不由地停下来 齐刷刷地 将目光 看了过来